我是Synonna 最近我看到一張圖在網上瘋傳 這張圖幾分鐘就可以明白了 整個多倫多最主要的地區 住了什麼種族 什麼人口 這麼厲害 我們一起加港區 OK 現在我們一起看到這幅圖 這幅圖真的令我很驚訝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用最小的字 去形容社區得非常貼切 我們一起看 因為這幅圖比較大 我決定放六公格在這裡 這個六公格我們分為上、中、下 然後也有東面和西面 我們大多數香港來的朋友 或者可能在中國來的朋友 都會問這幾個城市 有Vaughn、Richmond Hill、Marcum Scarborough、Thornhill、Toronto 這些都是非常多人問的地區 它真的形容得非常好 我們一起去看 我們去看之前 通常很多人問我的 第一個 第一大、第一多 現在是Scarborough Scarborough用什麼去形容呢? 它就用美食治癒的私鄉病 用美食治癒的私鄉病 是非常貼切的 因為我們一起去看Scarborough的時候 我們Scarborough的有什麼? 有Millican Mill East Millican Steele Agent Court和Agent Court South 這幾大都是比較受歡迎的社區 得到很多enquiries 然後問我這一頭怎樣? 吃東西怎樣? 住怎樣? 學校怎樣? 說到它用美食治癒的私鄉病 非常貼切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在Scarborough Millican Mill East 在Agent Court附近 或者在407以上的時候 都有非常多的中國餐廳 或者可以治癒的私鄉病 例如四川菜 麻辣火鍋、廣東菜、棚拔菜、餃子、龍蝦 即你想得到的廣東食物 你想得到的中國食物 這裏都應有盡有 還有現在好吃的那些 師傅都來了 即是移民了 所以其實加拿大 真的很多這些移民了的師傅 他們有很多年齡經驗 所以煮食都非常好吃 所以我是很贊同他這個講 用美食去治癒私鄉病的一個說法 的一個詞語 然後你也可以看看 我在之前的間區都說過 Millican Mill 說過Agent Corner Agent Corner South Next Morning Steel Sun 這些地方都 越來越多的樓盤出來 這些房盤 即房源 有很多的detached 有很多的 semi-detached 不過他們的年紀比較成熟 因為Scarborough 都是作為一個較成熟的社區 所以你買這些房子的時候 第一件要看的 不僅是壯壽 反而你要去找一個專業的人士 去看一看他們的 structural issue 那有沒有可能 木樑會不會發貌 有沒有一些 decay 有沒有一些 major structural defect 你一定要知道 因為如果可以說 最舊的家人都可以有四十年樓齡 或者平均上都有四十三十年樓齡 所以這些東西 你一定要看 一定要知道 OK 我們一齊上去 Markum Markum 他們用什麼 我帶華人社區 in a way 我們都知道 在Markum 這個社區 或者Richmond的社區 他的Cantonese speaking 和Millionaire speaking 的percentage 穿得非常之高 你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家港區 我家港區做過 根本Markum 全部都做過了 所以你想知道 附近有什麼的 交通工具 生活設備 學校 方不方便 房屋的 平均價錢 都可以看到的 尤其是 近來現在的家港區粉絲 或者很多的客人在問我 都是在問我 關於Angus Glen Bersey Markville 和Unionville 為什麼 因為這裏 就是安省 Top 10 High School的所在地 每一年都有不同的 轉變 不過現在來說 大家都知道 Markville和Unionville 都是Top 2 Top 5 所以這裏 很多家長想 為了他們的子女 會有一個更好的學習地方 學習的高中 都想住這些社區 也可以看到 Markville 和Unionville 的家港區 很多人問的是 South Unionville 南宇人村 我一直都在說 我很喜歡南宇人村 為什麼呢 現在更加喜歡 作為自住 或者租墓都非常喜歡 為什麼呢 因為 第一 這個 York University Markham Campus 如果你有看我IG的 Story 你都知道 它已經是大約70% 起乘了 那 第二天如果它是開始 接收新商之後 這裏附近 例如 Markham VIP 哇 Condor真的升得很厲害 或者 South Unionville 這裏 都會陸陸續續 更多的租客 更多的租客 更多的租客代表什麼 Demand更大 Supply更少 租金更高 所以如果你現在 在它還沒興建的時候 可以入手在Markham VIP 或者South Unionville 我覺得非常適合 在於我每天去看樓市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Markham VIP的升值 已經升得很高 如果我有這個子彈的話 我亦都會看South Unionville 這裏 它的價錢入手是比較高 因為它大多數都是Town House Semi Detached 和Detached 不過呢 如果你可以入到這些Town House的時候 我覺得它翌日的升值能力 會更加多 它租的時候 亦都更受歡迎 不是說每個人都喜歡住Condor 他們都想有自己的Fernure 和Background 或者整間Town House 是跟他的朋友一起住的 可能一房兩房太小了 那他想跟朋友一起住的時候 可能住三房 那這些Town House 就已經是perfect match 亦都有很多人問我 就是關於Greensburg 和Cornell這個地方 Greensburg Greensburg Wismer 都不是說一個太新的地方 它這個用的詞是甚麼 新社區 不過Greensburg和Wismer 不是一個新社區 它都有一個十幾年的 扭寧的社區 OK But Cornell 這個地方 這個社區 真的越來越多的樓花 越來越多的新樓花出來 亦都有很多 剛好建成了 你可以看回我之前 加江區在這裏 Cornell社區開箱了的Town House 也有很多人喜歡看 Cornell新開的 Unboxing Town House 我也會做更多 加上 就是Cornell南邊這一塊地 你如果經過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 它是 這塊地 開始了Land Development 即是在做一些 Structure 例如 做路 做下面的水渠 污水渠 Gas Pipeline 它已經開始做了 所以我們可以 預測到這塊地 會有更多的樓花 逐漸逐漸出來 我也覺得 如果你是快要搬到 多倫多的時候 你想住新屋 也不理會 開多一點車的時候 Cornell這一邊的樓花 是值得你一提 是值得你繼續留意 講到Richmond Hill Richmond Hill的時候 也有很多人 很多家庭區粉絲 想來多倫多的朋友 都問開第一件事 就是他們會問 Bayville Hill 為甚麼 Bayville Hill和Ritchwood 都有Bayville Hill High School 也是一個Top High School Richmond Hill一直以來 給予我們一個 的概念 就是它是比較上 一個更高級的城市 這是正確的 因為Bayville Hill 他們的樓花 是50呎、60呎 加上四、五、六房 一個豪宅 三千、四千、五千尺的豪宅 所以很多人 喜歡買Bayville Hill 買Bayville Hill的時候 你也要看它的樓花 你住在Bayville Hill 你的樓花要 夠看頭 Ritchwood 它也是一個較高 中高尚的社區 不過它們的樓花 就是小小 也是主要打開一個 三房、四房的獨立屋 也有很多 家庭區分屍 或者客人住在Ritchwood 或者繼續想看Ritchwood 說到Richmond Green Richmond Green 是一個更新建成 很多樓花 很多剛剛新建成的 Town House Detached 都在這裏 我覺得Richmond Green 它慢慢慢慢會有 它自己的Value Proposition 它現在最吸引 當然是近401的HIGHWAY 你下去很快 不過它的School Zone 都是去到Richmond Green 的HIGH SCHOOL 所以未到Top 10 或者Top 20 不過它可能會慢慢慢慢 繼續上 然後Observatory 這個觀望台 觀望台社區 是有一批很大批的 獨立屋和Town House 在這裏建成了 很多人都說想在這個Observatory 再買一間去做一個樓花 買一間新屋 再出租或者搬進去 我也看到它的潛在 一個實力 真的看到的 因為它附近有很多新屋 新屋的時候 價錢的價位 都去到250萬或者以上 所以它也有自己的價值所在 也有一個很大的教會 在這裏 大家都可以看到 然後 也都說了太多 就是講Michael和Richmond 都說了很多 我們繼續的時候 我們一起說 它說了討號 which is true 如果說到討號社區 Town Hill 都比較多 我們可以看到 討號 Townia Bayville Glen Granville Town Hill Royal Orchal Beverly Glen 這些都是一個討號的社區 其實有更多的意大利人 或者Greek 波斯人 都在這裏居住 也都有 Cantonese speaking 和Mangarin speaking 的一些 一些粉絲 或者一些 老華僑 都在這裏居住 OK 我們繼續下去了 它也說到 這個地方 North York North York North York 不用說了 North York 這個社區 就是在 這裏 Wildel East Wil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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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我家裡 之前說過 它有非常多的韓國食物 也有家裡 粉絲 喜歡住這裏 為什麼 是因為 它更 accessible 吃東西 你走下去的時候 真的可以感覺到 好像旺角一樣 OK 有人流 有 野食 交通 又方便 OK 搭地鐵 一架地鐵 就落到去 可能去Downtown town 那裏上班 或者上學 也都可以 所以也有很多人 喜歡住Wildel West 和Wildel East 也都 近Ikea 都在這裏 OK 那我們繼續吧 黑人命岸 黑人命岸 我們說到 陸公格的時候 它中間的東面 黑人命岸 I'll say that is true 你可以看回我家裡 之前說過 我們說的就是 Jane & Finch Jane & Finch Jane & Finch York University Heights Goingville Jane Heights 這個地方真的 不會太推薦你 剛剛來到多倫多住的 一些家庭區粉絲 因為它這裏的 犯案率 可以說是 比較高 是的 犯案率比較高 所以你來到加拿大的時候 你到多倫多的時候 你都想住得安心 你來到的時候 都是為了它那種安全性 還有你想享受 來到多倫多住 所以我也不會太推薦你在 這個陸公格的 我們叫做 Jane & Finch這邊住 OK 不過它旁邊 真的全部都是倉庫 因為這個 就是在 Pearson Airport 的附近 真的全部都是倉庫 我們繼續看回去 Scarbo 我們的陸公格 下面的西 下面的西面 就是說 老多倫多和普通百姓 Yes, that is true 我們之前也說過 401以下的Scarbo 有時候都不會太受歡迎 或者受賣家歡迎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那種 第一 房間的成熟感非常高 通常這裡可以說 60年樓齡 或者較多 OK 加上它的居住環境 或者居住的居民 大多數都是 一些老百姓、平民 有時候的氾濫率都會高一點 也有很多的廠 還有很多的南亞裔 東南亞裔的人 在這裡開一些 Core dealership Factories 他們的small business 所以有時候地區沒有住得那麼舒服 是的 所以呢 我們有時候 我都會跟加岸區粉絲說 401以下這些位置 真的要 沒有必要的都不要看著 是的 如果你說我真的很想住這裡附近 因為可能有朋友啊 或者親戚的話 都可以想一下 如果 如果你是 非常具體的 一些情況 OK 我們再看 如果你想說 買一些 investment 就是租給這個 STC 或者 這個 Toronto University 的Scarwood Campus 你也可以在這裡 買一些 investment 可能是 康島 Townhouse 都有attraction 也會繼續 attract到一些 學生去租你的地方 即是有不斷的租客 所以這個 如果作為investment 我都會去推薦的 好了 我們繼續看回 Selokonga 的下面 向東面 就說有富豪 Yes That is true Drake 都住在這裡 我們可以看回 Don Park Park Woods 這一邊 也是富豪社區 Membering Don Mills 有很多大房子 有很多 超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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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間在這裡 都會有 前面 有很多名人 一些 很大的股東 CEO 明星 都會在這裡 買一個很漂亮的 必須 我們可以叫做 亦都會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 是一個 超級富豪的 社區 OK 接著他 魯多倫多人 接著 就去到 Lawrence Yorkdale Glen Park Forest Hill Norfer 這些位置 真是一個 因為 他的 房屋的年齡 真的比較大 但是 現在有很多 現在都是 拆緊 然後翻身 拆緊 然後再翻身 拆緊 然後再重建 拆緊 然後再重建 我們也看到很多 這些在這裡發生 我們也有很多 在這裡發生 也有推薦給大家 如果我們繼續看 下去了 這個就是 Downtown Toronto 其實有 兩大型的人 喜歡住多倫多 Downtown 第一 打工的人 因為你不用拆緊 省省很多時間 第二 就是學生 所以 我們問得 我家區粉絲 如果是一個 大家庭 都會說 在北邊的 大多倫多 在Downtown 那些通常都是 學生或者打工的 我們先看 打工人士最喜歡住的 Downtown 沿回 近 Business District OK 它是近 湖邊 我們有什麼 當然是說 可能是 Bay Street Corridor OK Water Front Community Water Front Community CP Moles Park Region Park Church Young Corridor 或者 在這邊的 Trinity Bellwood 都是非常之多 人去問 關於康島 如果是Downtown OK 是非常之一方面 因為你的Business District 都會在這個sector 那一處 你搭轻鐵 和你搭火車 都非常之方便 如果 有很多 因為我做了一次 就是關於 Ectopicall 的社區 OK 所以也有更多人 問我Ectopicall 住得好嗎 住得開不開心 我便告訴他們 當然是住得開心 住得好 好了 我們都說了大多數 關於 很多 家庭區粉絲 來到多倫多 想住的社區 和城市 那麼 我們現在看看 外面的城市 我們看到外面的城市 例如Missasaga Brampton 它用一隻字 印度 我不可以說它不對 因為這隻字 真的有些貼詞 它的印度 或者 南亞語 比例 是非常之高 所以你有這麼多錢 我這麼多錢來加拿大的時候 我就不會看Missasaga 和Brampton 我會看多一些華人 多一些白人 他慢慢適應了多倫多 如果你之後 還真的想住 Brampton和Missasaga 你也可以去嘗試一下 Oakville Oakville 也是一個白人中產 非常好 Oakville 這裏 有條湖邊的時候 也非常之多的 高級湖邊 獨立屋 明天我會做一個加講區 講一講Oakville 這裏 因為我都覺得 值得 帶給最好的內容 給我的家人區粉絲 這裏 未知地帶 其實大多數 未知地帶 都是一些Farms 一些Farms 一些Farms的時候 所以這一個 沒有太多的認識 然後 白人社區 例如King Cities 其實猶太人社區 Above Fawn 即Fawn以上 都真的 現在越來越多人在問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覺得 這個價錢 是比較適合 其實還不是 因為其實King City 都是一個 較新的社區 所以 他們的屋 都可以在130-160的教位 所以這一個社區 也是 白人社區 猶太人社區 過山車 即是Wonderland 歐洲移民 是的 Fawn也有更多的歐洲移民 都來到Fawn 這裏居住 亦都有他們喜歡的 可能食肆 都會在Fawn 這裏出入 Fawn 其實也有一個 挺好的 Condor Area 亦都有Metro TDC 去給你們 Invest 那裡 我也覺得 值得 一看 那 說到 北極三寸 北極三寸 Aurora New Market Gillenberry East Gillenberry 那這個 都可以問北極三寸 為甚麼 因為你要駕駛404 可能30分鐘 30分鐘 你才可以去到這三個城市 不過也是那句 更多人民在說 關於Aurora New Market East Gillenberry 我們也有很多的 買賣在這裏發生 它的 MORE 它都有 不過華人生活設備 我就不會說太多 不過說這個404 你夠近404的話 駕駛回來 都是20至30分鐘的時間 所以都 還可以適合的 還可以適合的 好 最後這裏 講完 House的上車盤 Wedger Stouffville 你也可以看我之前的 家裡說 Stouffville House的上車盤 都算是上車盤 現在是 比較的話 其實現在它的價位 越來越接近 不過都是一個上車款 亦都是一個 較 Derry Rapid Growing 因為它有很多 新樓盤在這裏 建成的 所以如果你想看新樓盤 都可以去繼續 留意這個 White Church Stouffville 亦都是 Lars and Lars Pickering 有核電站 是的 Pickering有核電站 這附近還能住嗎 我覺得還可以住的 是的 因為核電站在這裏 如果你住北邊 of Pickering 都不會太多的傷害性 不過核電站在 Pickering的時候 他們真的會派這些 藥縣 給附近的居民 如果政府派這些藥縣 那是否真的適合你住呢 那你就想想 有Ajax Stouffville 有Ajax Oshawa 這些地方都在這邊 亦都愈來愈多人想在那邊去住 因為 他們的Gold Train Station 是比較快 比較方便去到 好了 那今次就說完這張圖 那我就想和大家很快 十幾分鐘和你們分享 關於 大多人多市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原創合你的話 你也可以分享給你 家人 和快來到加拿大的 親戚或者朋友 如果你想找我 幫你買屋 或者看屋的話 你也可以在IG Follow我和私訊我 我們下個星期繼續 加港區